快樂 或者要使用者更能夠掌握他的全局的話呢 你一定要用到什麼 Google Map 跟Google Calendar 這是什麼 要知道他的歷史跟地理 時間跟地點 這兩樣東西 那 任何地方都時間地也都很重要 你不是只有答案正確才有問題 你要在這個時間的這個地點 我給你這個最適合的這個答案 答案不見得都是一樣的 這叫做Context Aware的Computing 叫做環境 環境認知的Computing 那我們在這個 所以時間地點都很重要 那我們現在在GridComputing裡面呢 那麼多的resource 你要到在哪裡run 然後什麼時間run 那這個是一個沒有Central Control 那就比較難掌握 那當然我們以後分散系統裡面會看到很多這種問題 尤其時間 我的時間跟你的時間就不一樣 我們怎麼樣的椅子很麻煩 那然後呢 只要有共享 大家想說 哇共享很好 我們共享支援 共享支援的時候呢 就會碰到下面的問題 共享的時候 你也要用我也要用的時候怎麼辦 那時候就contention Ethernet就是 Ethernet就是共享 我們這裡的這個 這個 這個線 對 共享的Ether的這個 我們現在Land裡面的這個 這個 我們80211也是 共享 共享頻寬 共享這個記憶體 共享硬碟 或共享某一個變數 的時候呢 都會發生contention 就是大家競爭 競爭的時候呢 那這就是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那communication也是一樣 communication的時候 只要 只要這個 有 有溝通的話呢 那管理啊 這個 你不同的institution 我們在GREET上面 然後 辅大跟台大連 辅大跟台大搞不好 就有不同的目標 那這些 不同的使用者 那這些 這些 溝通的時候 從最上層到下面 都會都有問題 所以這是麻煩的地方 那 所以在 在這個 理論上面 從 從這個 user的application 有很多tool跟application 然後呢 然後這個 有一堆的這個server 然後呢 下面有很多的resource 然後 最下面呢 可能有 有這些 硬體 那這一類的 東西 在 在寫著我們各不同的應用 有很多不同的硬體 那就GREET的角度來看呢 我中間如果能夠有一個 這個 這個GREET的service 把它給連結起來 事實上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們現在知道 webservice 事實上 GREET出來的時間 跟webservice出來的時間 差不多 這個名詞 出來的時候 webservice 差不多是同時 這個 一個是在application的 這個領域裡面 在這個web出來 httpweb 在sml 這個在1990年的後期 那GREET大概是1999年 出來的名詞 所以差不多 就同樣的時間 一個是從應用的角度來看 我要從應用之間 能夠溝通 然後提出webservice 透過http 透過sml 我們能溝通 那GREET是從buttonup 我要把硬體資源結合起來 那我們結合成一個GREET 結合成一個網格 然後我們能夠一起提供上面的服務 所以他們的這個概念 都是在中間 我們有一個標準 中間有一個這個 那軟體的部分 用webservice http sml 下面 我們就結成一個這個硬體的這個GREET 那當然硬體包含了通訊等等 這個GREET 然後提供給上面的服務 所以 所以也就差不多在那個時候 2000年左右的時候 這個概念變成成熟 會被廣泛的應用 那GREET當然是比較是限制在 研究機構 研究尤其在美國 然後等於全世界大概都是在研究的機構 或者說 做科學研究的這個部分 他們就比較常用GREET 那 那GREET接下來呢 就 往下一層走變成什麼 就變成了utility 就是 當你下面形成GREET以後呢 你那個資源 就像什麼叫utility utility就是我們的水電 就是我們 瓦斯 這是水電 瓦斯 這個是utility 你在 通常你要買股票的時候 買這些是最 怎麼講 可能它不會大漲 可是 它大概也不會 像如果在美國的話 或在歐洲的話 你夏天買比較便宜 冬天買還一定會漲 就到冬天一定會漲 冬天的時候大家要開暖氣 要很多油 所以這個utility 所以這個utility 就是這個 電跟瓦斯跟油 大概固定 那股票 所以utility就是 就是這個 我們把這個運算 看作一種類似utility的這種概念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 就像我們現在的台電也有這樣做 大家一起來自己家裡來發電 然後不是自己家裡 可能台塑 然後可以發電 發完電以後賣給台電 台電再來 就是大家各自有民意 那這種概念其實不是 用在電腦上面很早就有了 像在美國有好幾個城市 像IBM 它有好幾個地區 它把整個城市的網路 它都鋪設了 等於它架構了很多網路 它買了很多網路 然後在提供上面的 所謂網路的provider裡面 它在租給別人 或它在 什麼樣的一個架構 然後把這個東西提供給別人用 收費架構 這就叫utility 那這樣子就是 我有一個resource的pool 就是把資源結合成一個pool 然後提供給大家用 那這樣使用者更多的資源 那你就可以做更 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那各種不同的 各種不同的 大家的結合起來 各種不同的 研究機構等等 那你就形成了一個一個 像是雲的這種 其實Greek剛出來 還沒有cloud的概念 但它已經化成很像是 是這個 一個cloud 對 那這種是super computer 早期super computer 就長成是這個樣子 它因為要冷卻 要冷卻 所以長成 如果你們有去看 你們有沒有參觀過 那這個 如果早期去那個電腦中心 看super computer 用 用super computer 最多的產業 是哪些產業 當然物理 運算 運算很多 運算裡面 用的比較多的是哪幾個領域 太空啊 國防的某一些 那民間的是哪些比較大 藥廠 就很大 藥廠要研發新藥的 很多都有這個super computer 不過所謂super computer 我們現在的PC 比二三四年前 super computer 都已經要powerful很多了 但現在的super computer 又不一樣 現在的super computer 都有distributed 都有grid的概念在裡面 那grid的這個裡面 它當然還有一個特性 就我如果 我一開始就綁死了 就不能動了 那這個grid 它就是比較爛的grid 就你這個 我們知道 我們說 30年前的 super computer 挺不上現在的一台 一個PC 對不對 你30年後的手機 絕對比你現在的 這個 比你現在的 任何一台 最貴的這個 notebook 要強 30年後以後 你信不信 30年以後才找我 絕對比你這個 現在的 運算能力要強 那所以 你要做這種聯合的運算 你就 就會 有一個東西你要注意到 就是你不能夠 這個架構就變成 這個 綁起來綁死來不動 你要能夠 讓這些 computations join computers online through the internet 因為 internet是最普遍的 這個 最 popular的這個 運算架 這個通信架構 所以 能夠隨時的加入 這個很重要 然後 加入這才第一步 當然我們說 resource sharing 還要再分配 分配那個 在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那是我們剛才講 那是困難的地方 但是一個是 你要動態能夠加入 新的 你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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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就是不動的話 那 那這個 接下來 大家會承受很大損失 其實這個就是 就是所謂的 scability 我們上次有提過的 scale 還有fold tower的觀念 都在裡面 就要那動態能夠變化 我們 等到我們今天的後半部 談到man reduce的時候 也會 就是說 我隨時要把 會發生錯誤的這個事情 當做 你設計任何東西的一個考量 你不能夠 說 我設計完美的 我設計好以後 我就不動了 以後這個 就能夠千秋萬事的 這個不動假 這絕對不可能的 一定是 這個 一定會壞掉 硬碟會壞掉 像google它也是 所以它不管從運算的這個概念 到作業系統 到硬體 它一定都會有 把它會壞掉的這個部分 給考量進去